哈喽大家好,我是尾巴 今天这一支影片比较特别 不是开箱 而是教你DIY省大钱 目前市面上最好的吸尘器 Dyson说第二,别家不敢说第一 那所有的厂商几乎都在致敬Dyson 那我家其实就有超多支Dyson 那我一旦补了新款 就会把旧款拿给亲戚用 那前一阵子我的业母跟我说 他的Dyson V10怪怪的 按下去没有反应 那我自己拿起来一看 发现可以过电 但是真的是马达不会动 那我自己上网查了一下之后 发现是马达坏掉 那过保固送圆厂更换的话 要七八千 那这时候我就陷入两难 如果我买一组新的V10 其实也叫一万出头 所以我就上网查了一下之后 发现虾皮有卖这个V10的马达总成 一组只要三千多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回来练练手 所以接下来这个整个过程 会教大家 怎么更换这个Dyson V10的马达 V11也同样适用 好 接下来我们来换马达 一开始我们要先把电池拆下来 电池这边有三颗螺丝 依序把它拆下来 好 电池拔下来让机身断电 那接下来要把滤网卸下 那滤网后方有四颗螺丝 也是依序把它拆下来 手把这边有两颗螺丝 也是把它拆下来 那拆下来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电机握把 把它取下 那接下来我们更换成T8螺丝起子 那这个是新型螺丝 使用的T8 马达外盖 这边要两颗螺丝把它卸下来 接下来用敲棒 把这个马达上盖把它拿下来 压下去就可以取下外盖 那再来我们要把排线先把它拔掉 先拔掉排线 这个要注意不要把它弄断 那马达这边有两颗螺丝 把它转下来 那接下来就是大魔王 这边真的比较麻烦 你要先把这两个金属片 把它桥到下面去之后 然后找角度 把这个马达把它取下 你要用长夹子 长叶子把它慢慢的桥角度 让它取下来 这边真的是比较麻烦 真的是搞很久 慢慢的筛 慢慢的桥 马达取下来 这边会难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这边的沟槽 有一个沟槽 然后又金属角 又是L型 所以非常非常难拆 那接下来我们拿出全新的马达 看一下是V10专用的 好准备更换 我们先把扇盖打开来 刚刚怎么拆 现在就怎么样装回去 又要面对一只大魔王 这边真的是好麻烦 所以我们就反复的找角度把它塞进去 那后来发现这边的这一块操作面板的板子 我先把它拆下来 先把这边排线拔掉 然后塞进去 这样子反而比较好装 所以我们就先把这排线拔掉 然后接着又要把刚刚塞回去的这两块金属片 把它的线把它抽出来 慢慢的夹 慢慢的桥 反正夹出来就好了 重点就是很难夹 很难桥角度 好终于把它拉出来 好接着慢慢的把螺丝锁回去 这边也是新型螺丝有两颗 好这两个是做电源供订用的 然后把刚刚拔下来的两条排线 好记得把它接回去 这边是用压的 然后下面那条大条的排线是用接着 然后接下来是马达上盖 压回去 然后确实压紧 那外盖这边有两颗新型螺丝 也把它锁回去 那整个重组之前 我们先试组一下 确定它的马达是成功可以使用的 电池记得把它塞到里 它才会确实的供电 好 那么接着再依序索为其他的螺丝 这个滤网后面的螺丝有四颗 把它锁回去 那我们先锁手把螺丝 这边有两颗把它锁回去 然后再来是滤网的螺丝 这边有四颗 也是把它锁回去 锁回滤网 最后我们装上电池 然后再把电池的螺丝锁回去 那电池先锁手把这边 的三颗螺丝 这一颗先把它锁上 这一颗是定位用 先锁这一颗你才有办法确定 电池是插到底的 然后接着再锁回剩下两颗 好 大功告成 好 示意赶一下 好 没问题 好 好 以上就是这个马达更换的过程 那步骤其实不多 只是中间有一些大魔王 比较麻烦 如果你嫌动手麻烦 又不想要送回原厂的话 那你也可以到我朋友开的这个维修店 去找他们报价 你就说云霸介绍的 应该都会有打折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对于 Dyson马达更换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也会把我朋友的资讯 放在这个影片说明栏里面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